欢迎来到美厅 认清自己 修炼自己 稳住自己 杨将曾说 人虽然渺小 人生虽然短 但人能学 能修身 亦能自我完善 人的可贵就在于人的本身 我们这一生 在每个阶段经历的困难与艰辛 其实都是与自己博弈的过程 一次次的博弈 每一次的改变 都是寻求与更好的自己相遇的过程 这也决定着我们最终成为怎样的人 拥有怎样的人生 只有认清自己 修炼自己 稳住自己 才是一个人不断向上 成就自我的最好方式 1.认清自己 往事书丹中有句话说 我们常常拿着放大镜 去观察和评价别人 却显少向内探寻 生活中 很多人总喜欢高估自己的价值 觉得自己能力非凡 为人处事高人义等 却不知 他的自以为是 在别人眼中无足轻重 把自己看得太重 往往只会摔得最痛 认清自己的优劣事 看清与人交往的边界 才能顺势而为 掌握人生的方向盘 收藏家马卫都 曾说过自己两毛一脚的故事 一次 马卫都去新疆阿克苏旅游 路过一片杏林 想要买来尝尝线 他上前询问 坐在杏树下的老人 老人家 这杏怎么卖呢 老人看了看他 回答说 你花两毛钱 可以向任何一棵杏树踹一脚 所有掉落在地的杏 你都可以带走 一开始 马卫都选择了一棵十分粗壮的杏树 狠狠地踢了一脚 结果 杏树纹丝未动 一个杏都没有掉下 他又交了两毛钱 思考片刻后 又踢了一脚旁边更为纤细的树 只见杏树枝叶左右摇摆 树枝上的果子纷纷掉落在地 马卫都捡了整整两大框 后来 马卫都说 做人还是不能太贪心 量力而行 才能得到想要的 从一个位落到满框收获 太过高估自己 最后只能满盘皆输 看清了自己的能力 行事方能事半功倍 正如捷克 伦敦在《海狼》中说过的一句话 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钻石 但在别人看来 却只不过是钻石的同素一形体 碳 这世上最难的 从不是看清别人 而是认清自己 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 不做语举之事 不耍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永远别太高估自己 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 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 太过盲目自信 只会迷失自我 只有看清自己的真正水平 才能不活在虚妄之中 看清最真实的自己 二 修炼自己 有句话说 一个人真正的伟大 从不是领导别人 而是提升自己 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每个人在不断面临全新挑战的同时 也在时刻接收着各种机会 有人抓住时代红利 实现更新迭代 有人却只能作为旁观者 眼看时代发展 而自己被逐渐淘汰 记得百岁人生中写道 每隔五到十年 我们的工作将会有一次新的机遇 也就意味着 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 会随时面临着职业的转换 和职业技能的提升 时代从不会抛下任何一个人 但也不会在原地等待任何人 想要站稳脚跟 必须提升自我认知 实现自我升级 生活美学大师松普弥太郎 在四十岁时 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作家 深受读者喜爱 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于此 四十一岁时 他受到老牌杂志 生活手帖的邀请 成为该杂志的主编 当时的生活手帖 早已面临停刊的危机 松普弥太郎之前 也未曾有相关经验 无论对于杂志 还是对于松普弥太郎来说 都是一次很大的挑战 不懂就学 不会就问 就这样 松普弥太郎 从最简单的内容开始学起 排版 制定策略 打磨内容 用七八年的时间 将生活手帖 打造成殿堂级的杂志 四十九岁 他又一次自我挑战 辞去主编的职位 加入某料理主题网站 他像在杂志社一样 一点一点学起 从头开始 将他做成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网站 这让我想起曾看过的一句话 你最大的敌人从不是别人 而是昨天的自己 人这一生 没有人能一帆风顺 那些看似一路开挂的人 不过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中 实现自我进化 不给自我设限 跳出固有思维 学会用旁观者的角度 去审视自己 修炼自己 从而改变自己 一个人也只有不断提升自我 才不会停滞于前 实现理想人生 三 稳住自己 周国平在 人生不较劲 李写道 人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 但可以支配对待命运的态度 平静地承受落在自己头上 不可避免的遭遇 人生有高有低 有起有福 我们无法逃避人生的坎坷 但却能选择他来临时的态度 就像每个人 都在无数时刻感受过压力带来的崩溃 有人喜欢与他人倾诉 有人宁愿默默承受 不用觉得委屈 不必感到难过 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 换一种角度思考 稳住心态 去做自己本该做的事 才是一个成年人该有的修养 曾看过一个故事 两个人结伴出门探险 途经一大片沙漠 他们只有穿过沙漠 才能获得安全 不曾想 两人还未走到半路 随身携带的水早已喝光 看着周围一望无际的沙漠 两人不得不暂时停下 休息调整 这时 一位伙伴说 你在原地休息 我去四周看看 有没有水源 说完 便拿着水壶离开 眼看天渐渐变黑 同伴却还不见身影 在原地等待的人既着急 又心慌 脑子里不断胡思乱想 都已经离开这么长时间 他还能找到水吗 他会不会早已丢下我 自己一个人逃出沙漠 他越想越心惊 到最后竟将自己下的情绪崩溃 等同伴回来时 只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人 常言道 物随心转 竟由心造 很多时候 低谷并不可怕 怕的是你就此认输 成就并不难得 难的是你保持本心 真正厉害的人 从来都无惧风雨 也不畏成败 无论身处何地 都能保持一颗平常心 淡然姿态 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总能低谷十字尺 成就十不傲 即使明白人生之事 世事艰难 依然任凭风浪起 稳坐掉渔船 作家克兰 麦克福尔在百度人中 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生命是一条孤独的河流 那么 谁会是你灵魂的百度人 生活告诉我们 世上最大的贵人 就是自己 迷茫也好 困顿也罢 没人会一直度你 我们要做的就是认清自己 修炼自己 然后稳住自己 愿每个人都能掌握好人生的节奏 在不断成长中 活出更加优秀的人生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